一个人流浪远方 自驾西藏说走就走 我把车停到这里休息一会儿 大家好 我是小薇 我现在已经到达西藏邦达了 在这里煮个午饭吃 就要接着出发 今天下午我就要挑战天鹿七十二拐了 我几乎常年在外自驾游 这一路吃住都在车里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在车里睡觉的 特别简单 就是哪里困了就在哪里睡 哪里饿了就在路上煮东西吃 我个子不高 睡第二排就很不错了 然后这后面就放我的东西 像遇到这种有风景 可以停下来 就煮点咖啡 我刚刚用户外电源 已经把这个热了一下 很多网友问我自驾游 用电怎么解决的 那还用说吗 户外电源用电小二 我是从18年开始用电小二户外电源 从功率300瓦500瓦 后面就是1000pro 现在升级了1000pro二 我正在用折叠太阳轮板 给我这新款电源充电 这是老款1000pro 这是新款的 你看体积小了很多 体积减少18% 比市面大多数一度电的电源更轻 重要的是很便携 单手轻轻一提就拎走了 1000pro二充电更高效 使用更安全 它是磷酸铁里的电芯 循环使用的寿命会比这老款更久 而且让我最惊艳的是 这次升级为1500瓦 我刚刚热菜这个锅是800瓦的 说了这个户外电源新款 峰值最高3000瓦 我这里有个吹风是1600瓦的 我试一下这个1500瓦的新款 1600瓦 我这是在暴力测试变小二 很多大公寓电源都可以用得上的 我这个1600瓦 我把它全开 看它过去跳 最大 把电一关 这个显示立马停了 我现在又打开 1400瓦 大家常用这个户外电源的话 就在1500瓦左右就可以了 搭配这个4折双面发电 太阳能板光充最快3小时 就可以充满 这个老款最快1.8小时充满 这个新款闪电快充 一小时就可以充满 而且是三种充电模式 满足持久耐用 安全不打扰 开始煮我的咖啡了 显示700多瓦 户外有电就是好 想在哪里停 就在哪里可以煮点东西 可我喜欢咖啡里面加点买 最近我都没有吃米饭的 就这样 现在有点晒了 不过越晒充电就越快 快瞧这边 哎呦 这也太快了吧 火太大了 真快 这样直接一点 一个人吃一大锅 嗯 这样子 这种感觉太好了 自由无敌了 我有一个说走就走的自由 开着这辆车很多地方就可以去 带着电脚户外电源 哪里用电也都方便了 在这里我再歇一会儿 就要接着出发去挑战天鹿72拐了 我一个人出行带的东西就可简单了 就一个箱子和一个手提收纳包 这上面还可以放东西 特别方便折叠椅 这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放到这个小箱子里面 吃的太饱了 在这里午休一会儿 午觉就睡前面就好 不想睡后面 把这个拉过来就好 我都不敢下车了 猫牛过来了 走 我都不敢下车了 我在这里充电呢 我现在到达叶拉山观景台了 再往前走一点点路就是七十二拐 在这里停一下 可以到对面去 这个地方好直接 那么多金帆 看到上面有个拱洞 我好想去爬那山呀 不过现在的风太大了 我就决定放弃了 我就决定放弃了 就想在这里航拍一下就好了 好多金帆 好多金帆 这是叶拉山年花广场 这里的海拔四千六百五十八米 我要是去爬山的话 五个氧气罐都不够吧 这里有简介 transparency 那么,谢谢 很 bump 这里有 útil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到了七十二拐观景点 每次来到这里都很多车 很多游客在这里打卡 又来了 每次都要在这里停一下 走过今天的弯路 今后人生尽是坦途 这里海拔4618米 要跟你拍张 我不踩我不拍 我拍你不用钱的吗 走过七十二拐 所有弯路以后人生尽是坦途 我要跟这两行之合营 这上面好大的风 特别多发卡弯 这里只是看到了部分的发卡弯 到最底下的时候 直接到路江那边 更多的弯 不过现在的路比以前好太多了 这风太大了 这沿途一路都是318尺身币价 买一个吧 多少钱 十块 我今天的晚餐 把这个晚餐吃了 接着出发 一个人自家西藏松走就走 这个感觉真的好 一会儿天又要黑了 我要接着出发了